我看這題目 錯標平面上一圓與直線 方程式為x-y等於1 以及直線方程式為x-y等於5 所結的懸長皆為14 則此圓的面積為 多少π 那麼在這裡呢為解說方便 我們先做這個圖 那假設這一直線 是L1 方程式為x-y等於1 那這一直線我們假設是L2 方程式為 這是x-y 等於5 那麼這是兩平平線 這時候呢 根據提議 我們得知 這兩直線 會在這圓心 的兩側 而且圓心呢 到這兩直線 會等距離 因為這兩直線所結的懸長 相等 都是14 那麼這時候呢我們先去計算 這兩平行線 之間的距離 我們寫在這裡 這距離呢 我們利用兩平行線 之間的距離公式 那麼我們寫下 這分母呢是根號 這是1的平方 加上-1 取平方 分子呢 那麼分子呢是取絕對值 然後呢 這常數相減 我們直接寫這5-1 那麼這等於 分母呢是 根號2 那分子呢是4 所以我們算出 這等於 2 根號2 那麼 這兩平行線 之間的距離 為2 根號2 那麼因為圓心呢 到這兩平行線 這等距離的 因此呢我們知道 這圓心 到 這一個直線的距離 假設是這一段 長 那麼這段長 就是 2 根號2的一半 我們這裡標示 這長度是 根號2 那麼因為 這所結的懸長 是14 那麼這一個點我們假設是 m點 那這一點假設是a點 這是b點 然後圓心假設是o點好了 所以呢這時候m點呢會是ab線段的 終點 那ab線段長 就是懸長 這14 所以呢這時候am線段長 我們直接標示在這裡 這是7 因此呢 我們可以算出 這半徑 oa 線段長 那我們寫在這裡 這時候呢 oa線段長 這等於 這根號 兩股的平方和 所以呢 這7的平方 加上 這是根號2 取平方 所以我們算出 這等於根號 這49 加2 這等於 根號51 那麼 這根號51 這是半徑 所以呢 我們要算 圓的面積 那圓的面積呢 我們寫 所求 這等於 這等於 π 乘以 R平方 那麼是π乘以 這是根號51 取平方 所以我們算出 這答案是 51π 這個答案 因此 這裡我們要回答 這是 51 這個答案 這是 1